十只橘猫九只胖,美国最新研究指出过度喂食损害猫咪肠道及排便状况 2023年11月1日,美国的一项最新研究指出 家猫过度进食不仅会导致体重增加,还会影响它们的肠胃微生物群及消化系统 这项于《动物科学》期刊发表的研究发现,猫咪摄入过量食物会在其肠道微生物及排便习惯上造成一些显著影响 伊利诺伊大学的营养科学家斯旺森凯利·斯汪森博士表示 大约60%的美国家猫被认为超重 超重的定义是体重超出正常体重,通常介于3.5至5.6公斤的20%以上 这不仅会影响猫咪的寿命,还可能导致糖尿病和慢性炎症等健康问题 研究中,11只成年绝育母猫在两周内被喂食标准前猫粮 研究人员记录了它们的基线身体测量数据,之后让它们可以随意进食 研究期间,研究人员还定期收集了猫咪的血液和粪便样本,并监测它们的体能活动 研究者通过身体状况分数,BCS,来评估体重增加 这个分数与人类的身体质量指数,BMI,有些类似 BCS以9分质来衡量,6分以上则被认为超重 与人类类似,BCS是一种量化但也带主观性的宠物体脂肪评估方法 这些猫咪在被允许过度进食时立即增加了食量,并开始增重 研究开始时,它们的平均BCS为5.41 经过18周的过度喂食后,BCS增加到8.27 这相当于猫咪的体重超重了约30% 研究还分析了猫咪排变的次数,肠道通过时间 营养物质消化效率以及20周研究期间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 变胖后肠道通过时间减少无法有效消化食物 科学家们发现随着猫咪进食增加和体重增长 食物通过肠道时间减少了 斯旺森解释说 我们发现随着猫咪进食增加和体重增长 食物通过肠道时间减少了,消化效率也降低了 当身体获得较少的食物时 会更有效率地提取营养物质 但是当食物量增加时,食物会更快地通过消化系统 从而减少了营养物质的吸收 在体重增加的18周中 猫咪的肠道微生物群组成也发生了变化 一种有助于刺激免疫系统并抑制病原体的比非得氏菌 Bifidobacterium 的数量增加了 而一种与促进炎症疾病相关 能够分解纤维的细菌 科林斯菌属的数量减少了 斯旺森指出,这些结果与过重人类身上的测量结果相反 暗示它们与体重增加的关联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 研究同时发现,猫咪进食越多,排便次数也越多 与此同时,猫咪的体重增加 它们的粪便PH值降低,变得更加酸性 在人类中,低粪便PH值表明身体无法良好的吸收脂肪或碳水化合物 对猫咪而言,随着食物摄入量增加 较低的粪便PH值同样降低了消化能力 斯旺森说,我们原本预期随着体重增加 猫咪的体能活动可能会减少 但我们没有观察到任何一致的活动量变化 然而,这可能会因个别猫咪和它们的环境 以及它们的主人与它们互动的多少而有所不同 该研究团队也建议宠物主人应该鼓励猫咪定期进行体能活动 至于那些被实验养胖的猫咪下场如何 别担心,研究结束时 猫咪被实施了限制性喂食饮食计划 帮助它们恢复到先前的体重 这项研究刊登在动物科学